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年纪也就二十六七岁 浓妆艳抹一身香味 身材十分火辣 低领毛衫胸肉膨胀 鼓鼓的皮裙下两条丰满羞长的白腿 脚灯高杆露质凉鞋 涂着紫色的脚指甲 看见张瑞他们翻愣一下 粘着长睫毛的杏和眼 尖声尖气地质问道 邓泽明在哪儿 我要给他保释 张瑞问 你是邓泽明什么人 而他妻子 你是他妻子 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呢 女人歪着头打量张瑞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邓泽明的岳父 我怎么从来不认识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女人稍微迟疑了一下 反应很快 哦 原来你就是他前妻的爸爸呀 真是巧了 而他现在的妻子 你好你好 我们不是外人 我女儿跟邓泽明还没离婚呢 你算拿门子妻子 拼头还差不多 你叫袁露是吧 我真是久仰你的大名啊 袁露就像没听出张瑞话里的讽刺 大咧咧地说 我也是 早就听说泽明以前的岳父厉害 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把自己女婿都抓起来了 不会是给你女儿出气吧 少胡说 邓泽明是犯事了 我们正在调查的 犯的什么事啊 这是机密 数不奉考 那你们什么事好才能放他 那要看情况 没什么事 你就走吧 我不走 我要保释的 这是刑事案 不是你想保释 就能保释的 刑事案 什么刑事案 杀人了还是放火了 你跟我说一说 凭什么就不能保释啊 张瑞没功夫 跟这个女人胡搅蛮缠 白手招来旁边的警察 就说 小秦 他如果不愿意走 你带他去传达室等着 他愿意等多久 就等多久 秦警官示意让原路跟他走 小姐 请吧 我不要去什么传达室 现在我要见我家泽明 凭什么不让我去见他呀 不让我见 我就不走 别碰我 你想吃我豆腐吗 原路跟叫春的猫一样 叫个没完 白出一副 不依不饶的架势 张瑞压着火离开了 他怕自己多待一会儿 就忍不住 抽这个奸人 就是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把他女儿 豪端端的生活 搞成现在这样 之后一天多的时间 张瑞又对邓泽明 连番审讯了两次 邓泽明的回答 依然没有什么漏洞 警方对嫌疑人的审讯 必须在48小时以内 找到犯罪证据 积压时间不能超过两天 第二天中午 邓泽明被释放了 小三原路倒是说到做到 一直等在刑警队里 接邓泽明一起离开 他当着张瑞和其他警察的面 跟邓泽明大秀恩爱 毫不避讳地挽着邓泽明的胳膊 故意用发嗲的声音 徐寒温暖 邓泽明倒还知道 注意一些形象 几次想甩开原路的胳膊 不想当着外人民 弄得太难看 原路偏步 使劲抱住邓泽明的胳膊 钱贴贴地 把整个身体 都要粘在他身上了 张瑞要不穿着这身警服 都跳上去 踢死这对狗男女了 此时的丁钱 早已经离开公安分局 他毕竟是张欣然的医生 凶手是不是邓泽明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离开公安局 他开车去了张欣然的家 张欣然只住了一天院 就回家了 跟丁钱约好了 今天在他家里见面 丁钱再给他 做一些心理辅导 事实上 自从张欣然选择了 魔鬼约定疗法 他的强迫症 几乎再没犯过 用丁钱的话来说 用他自己女儿的性命 跟魔鬼做约定 就相当于 把他的强迫症行为 转嫁到一种情感约束 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根治 他的病 却起到了神奇的效果 关上卧室门 张欣然对丁钱 说出心里话了 我现在只能在心里 对女儿道歉了 如果她知道 我是这样的妈妈 她一定会很失望的 不过 最近这两天 我总感觉 我女儿不大对劲 会不会是 她察觉出什么了 你跟她 透露过这件事情吗 从来没有 我哪敢呢 但你说会不会是 我的言行上 有什么问题 让她察觉出来了 这正是我担心的 丁钱神色凝重地说 不是你女儿 察觉出了什么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 我自己 魔鬼约定 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她并不能根治 你的强迫症 那些妄想并不曾减少 只是用这种方式 阻止你的强迫行为 但是 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隐藏内心的愧疚感 你与你女儿 朝夕相处 愧疚感会与日俱增 发展到一定程度 会引发 其他的心理疾病 张欣然叹口气说 我最担心的 其实还是我女儿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那是一辈子的遗憾 我希望 我能健健康康 陪伴我女儿 而不是现在这样 丁钱能看出 他心里很难过 但与丁钱 以往接触过的 有类似病症的患者 截然不同 他丝毫没有情绪 失控之处 良好的修养 让他的举手投足间 形成一种优雅的矜持 这绝对不是 原路那种 靠散发原始荷尔蒙 吸引男性的女人 所能够相比的 望着张欣然 丁钱不知不觉 就想到了温馨 如果他能活着 结婚生子 相扶教子 会不会也会变成 张欣然这样 张欣然并不知道 丁钱心里在想什么 他只是感觉 丁钱平静的目光 变得越来越炙热 看到他有些不知所措 女儿说过的话 莫名且清晰地 回想在耳边 看到没 这就是我老妈的新欢 比你年轻 比你帅气 人家还是心理医生 比你更善解人意 怎么样 他心口一阵乱跳 有一种 让他不敢想象的情绪 在心底里涌动 丁医生 你是不是渴了 我给你拿点喝的 张欣然找了个理由 落荒而逃 丁钱也从神思神油中 猛然惊醒 觉得有些尴尬 起身离开张欣然的房间 随便在走廊里转转 平静一下心情 无意中经过邓家家的房间 就听到里面传出 小丫头叽叽喳喳的笑声 也不知道 在玩什么那么高兴 这个小丫头倒是没心没肺 一个乐天派 丁钱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 正想走 忽然听到屋里传出邓家家的声音 你也太逊了吧 真是旅爱轻追的你啊 我不信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